男子捐血中心的血窟中 陈列架上空空荡荡 原本应该摆满血带的空间 目前四种血量都只剩下不到六天的数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除近期医院持续高档的需求量外 部分也是受到303大停电的影响 就是医院用血量 持续在高档的影响 那另外前一段时间303的大停电 那因为捐血中心部分地点 因为受到停电的影响也没有办法作业 这也受到一点点的影响 如果没有电力的话 那我们的血液也没有办法 保存在一定的温度里面 但是我们的血库 我们是都有紧急发电系统 所以原则上那个血液的保存是没有什么问题 高雄的血库除了供应本地外 也需要负责屏东 台东以及澎湖的需求 因此一旦进入急缺状态 造成的影响将非常广大 为此捐血中心近期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就是尽量把捐血车派到各部队校园 还有一些社区 那就是希望当地的一些社区啊 部队的长官 阿兵哥还有我们的学生可以踊跃地响应捐血的活动 在捐血中心贴出缺血的告示后 可以看到持续有市民朋友前来提供热血 而民众其实可以培养定期捐血的习惯 帮助血库稳定避免紧急状况的发生 我最近是看就是他们一直都在举牌子啊 然后越来越多车子就是拜托大家捐血这样子 我从当兵的时候就开始捐了到现在 都三个月捐500 一年差不多三次啊 捐血一袋可救人一命 依捐血量的不同间隔两到三个月便可再次捐血 而高雄捐血车与捐血市也是随处可见 花费短短的时间就可能让需要的人因此获救 记者邱玉婷男子区报导